大家知不知道IG初代是什麼樣子 我忘記了 忘記了嗎?我給大家看看 我並不ask for any名利 很煩,可不可以不要一句中文一句英文 不是我的缺陷,而是我的特點 早安大家 和你發表煩,又聲效又特效,動來動去 我和姐姐今天決定向大家揭開我們青春期時候的 秘密 超深層秘密 不為人知的 我和姐姐商量好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就決定鼓起勇氣看自己中一、中二的時候 Facebook的Post 看完之後 你是不是想... 她的胃圓... 很MK啊 不是,是人生經歷來的 而我呢,就找回我這個 由小學紀錄到初中的筆記 這個日記我從來都沒看過 那裡面寫的東西,我看回都有點嚇倒 為什麼它這麼黑暗的呢? 等一下再分享給你聽 而媽媽也會在旁邊聽的 她也會知道我青春期內心的秘密 是時候要讓媽媽知道我們的來心世界 是不是開始呢? 等等,開始前呢,我有些東西要推薦給大家 我最近在看過,我覺得都不錯的Youtuber 大家可以訂閱他們 至於是的Youtuber 這個是 是不是很棒的呢? 嗯 對啦,是誰呢? 就是我們啊 登登 快點訂閱我們吧 我們很需要你的訂閱啊 好煩啊 好了好了,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 這條章會是一條非常精彩的影片 我們馬上開始 我就看回我這本筆記 第一篇是2005年寫的 而最後一篇的日子呢,2009年 掉了什麼出來? 掉了一些小的照片出來 一看回就發現內容都很為震驚的 看一篇輕鬆的 因為看完這本筆記 應該會覺得寫筆記的那個人 情緒有些問題 還有比較偏激 很期待,快點吧 OK,這個簡單的 這裡就說 沒得watch TV 是我人生最慘的事 媽媽說9點至10點期間做什麼都可以 那我就play computer 這個還好的 這個是還好的 之後激進一點 因為這裡是記錄了我 五、六年班到升初中的時候 那個period是我耐心很激進 很多事情都很大壓力 很不知怎麼辦 不算很害怕的一個時候 這段時間是你最暴躁的一段時間 是嗎?真的嗎? 這版本還不錯,挺positive的 我用printer print了我們這張照片 我們一家人去了北海道滑雪 我這樣試試 這個就是我們去小樽運河的旅行 這裡挺positive的,前面都 不知道為什麼月後就... 哇,真的很恐怖 好emmo 是,好emmo 這個很ok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 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print了照片 應該開心的,偷我的文筆 我說... This picture is I take it in Hong Kong Disneyland also 後面那個castle 後面那個castle 二十多萬元 very expensive 是不是又中又英主 那些grammar都錯了 好啦,那就開始看到 那些情緒好像比較越來越差 應該是小六星初中 因為女生很怕會離M 就是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對啦,雖然我們上課有教 是大概的,但我很害怕 然後這裡就說 不想離M 很怕在school離M 離M很恐怖 這個... 小學六年班,我想是吧 嘩 嘩 嘩 今天黑仔道漏了筆袋在school 又不見了一份IS和Math Homework 很怕被人罵 好珍華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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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看我寫了一版 好珍華英寫了一版 究竟是要有多珍你才可以自覺性佛抄呢 現在先說一下 我是很熱 我有一個母校的 就是我過了初中之後 突然間好像... 嘩 轉醒了自己 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就是... 抄了一版就抄了英華 然後再反轉 到了9月15日 突然之間心情OK 我就說 其實我一點都不用說英 因為我是那些很不開心 哇,寫了一版 我好珍好珍 然後突然之間我又會自己和自己對話 就是嘗試去和自己說沒事的 安撫自己心情 我就說 其實我一點都不用說英 就是沒有朋友陪我一起讀 功課不懂 又沒有得好像以前那樣一起抄 什麼?抄了功課? 去什麼? swimming gallop 又沒有朋友一起去 看來我那時最恐懼的一件事就是沒有朋友 那時內心挺複雜的 還有我小時候是很擔心 經常都很怕家人會有事 然後我每晚就在這裡祈禱 這裏有一篇就說 泰蘭有飛機accident 好多人 大了 大了 好慘 希望媽媽這次可以無驚無險 求求你天主 至於爸爸都是 不要經常飛來飛去工作 冬別鬍辛苦 其實有何必要這麼辛苦呢? 我不是要求榮華富貴 有的吃一家人開開心心就OK 求天主保佑 爸爸不做事你哪裡有得吃東西啊? 聽住了大家 好珍,經常都認識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欺負我真 我都很討厭我自己 我很清楚自己是什麼 沒有自信 雙重性格 完美主義者 要不追求perfect 要不最差 很恐怖 非常注重外表 極度貪美 有些自暴自棄 好矛盾 好矛盾 嘗試想回當時的我應該就是覺得 很介意身邊人怎麼看自己 然後覺得自己做什麼都不好 然後覺得很大壓力 天下降下來的感覺 但是現在過了10年之後 然後你看看就會覺得 是一件很小的事 為什麼那時候會這樣呢? 這個就是長大的過程 但是當時的我應該就是覺得 人是不應該有這種感覺的 就是我覺得人應該要是很perfect的 好像一個天使那樣的 不應該不開心的 不應該有壞的念頭 所以我才會說自己很恐怖 但是幸好我也是 會自己和自己對話的人 所以你看到我一版又崩潰 另一版又沒事的沒事的 那這個是筆記的最後一版 但是裏面說的東西呢 是頗為正面的 今天偷懶不上學 小小病就不上 This is me 看回之前的diary 那時候開始自我反省了 自我反省 看回之前的diary 自己真是低能極了 小小東西就哭打哭殺 叫生叫死的 要反省一下 黃耳文平常心 學習去面對 學一下不要太介意 不要那麼容易不開心 然後他就說 That's not the real of me I feel depressed and frustrated 討厭自己的偽裝和任性 我並不… 我並不ask for any名利 好煩喔 我們不要一句中文一句英文 爸爸和媽媽永遠相親相愛 不要分離 一家人要開心 主要希望爸爸媽媽brothers 我的brothers成義 我說希望你們可以信主 因為我想死去的時候 在天堂可以stay with你們 以前的diary都是埋怨 現在我要每一篇都是珍惜和感恩 結束了 結束了 這樣到我了 來了 我一開始會讓大家看一些照片 然後就… 比較編激的文章就放後一點 我以前就沒有寫日記的習慣 小五小六的時候已經在經用Facebook 所以很多這些編激的文章都沉底了 我現在正在想 我為什麼當時要這樣負責這些東西 不要緊,是經歷來的 先移一下新鮮 讓大家看一下照片 哇 那隻夾是不是我的 是不是你的 這一張紙簡直是人生的極致 這個style 簡直是青色的背景 媽媽說 我初中的時候 我是跟女生玩多的 因為我當時很小粒 小粒 然後樣子又很可愛 好像女生那樣 所以那些女生都很喜歡跟你玩的 是的 到了升了一年之後 到了中二、中三的時候 沒有那麼開始跟女生玩 那時候那些男生又不是特別喜歡我 所以我當時是有點不開心的 我自己是一種 我想融入回他們 但是為什麼好像又差一點 他們好像對我沒有特別的好感 那樣呢 就是為了想融入他們 我不喜歡打遊戲 他們就很喜歡打遊戲 然後我就經常跟他們打遊戲 又不會練球 那群朋友是哪群朋友 就是現在阿冬 哦真的嗎 全部他們 現在想起來會覺得 好笑 很傻 不需要去擔心這件事 但是以前小時候是這樣的 因為會覺得 你在學校裡面 你很想有個盤 因為很怕會被人留意到 你是自己一個 現在想起來有點後悔 我當時應該多點去練球 是啊 然後這群朋友就一直朋友 朋友到現在 大家知不知道IG初代是什麼樣的 我忘記了 忘記了嗎 我給大家看一下 好 是這樣的 這麼壞的排版 那些按鍵的 是這樣的 我很記得這個一開始 這個排版是這樣的 記起來 準備你重點了 我是一個很壞的男生 因為我不喜歡對女生主動 有趣 你做什麼事啊 王翔明 你做什麼事 我覺得沒什麼 但是你放了在Facebook 36個人like了 哇 真是精彩 我拍這張照的時候 首先我要靠在桌子上 這個Def的動作 然後再加上 你是我唯一的推動力 你是不是沒有accept我 做你Facebook的朋友 沒有 小時候我不會被家人追蹤我的 是呀 他們很流行的 你小時候也試過 有一段時間 每個人都有這個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 中一的時候 是很細膩的 那我那時候 經常都很不開心 我想震高的那些 哦 即是你對於自己 生得不夠高 所以覺得不開心 是啊 然後我現在 去到後面 不能打斷 我自己發脾氣 其實我為什麼要 為了別人的目光 而改變自己呢 不是我的缺陷 而是我的特點 Right? 順其自然 增高計劃結束 結束 我想問你的增高計劃是什麼 不知道 是不是早睡了 你也有自我消化 你說 為什麼要計別人的目光 是呀 有少了你這種 那時候 下一張 我真的很自卑 我真的很想撕了自己的臉 我真的很沒出色 我真的什麼都比不上人 我真的很醜 我真的很矮 我真的很蠢 我真的廢賣 我真的連自己感覺良好機會都沒有 V點V 好像我寫的那個 其實我真的幾次 他每個人都有這個階段 對 可能就是小朋友 可能他都有這個時候 我的內心是非常脆弱的 你知不知道我最怕是被人踩 可以不用那麼多 你喜歡被人踩的時候 我的心情可以傷到多嚴重 從小到大 每個人每一句踩我的說話 都成為我心目中的一條癡 所以我小時候已經很努力地改進 避免再被人說 我明白你呀 但是無論我怎樣改進 都是沒有出色 那時候是我們那個圈 是不會覺得有問題的 是很平常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在Facebook上 分享自己的事情 現在回看會覺得很奇怪 但當時的時候 我明白 就是這樣 終於折磨完了自己 有什麼感覺 我會很想和當時的自己 給一些忠告自己 如果你身邊遇到一些事情 是你自己不如意的 你不需要覺得 這些是你自己的問題 或者覺得人永遠都只是 一定要開心 或者沒事的 你有不開心的情緒是正常 你覺得生氣是正常 你有權利去不開心 其實如果可以 身邊有信任的人 或者你覺得跟他說話 安心的人 是絕對可以跟他們 分享你的情緒 自己一個是很容易 會轉牛角尖 另外很想說的就是 如果大家已經照顧好自己的情緒 而你發現你身邊有朋友 感覺到他們有些不對勁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嘗試去幫他們 怎樣幫呢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他們不開心的時候 他們不會想跟別人分享 但是你是看得出他不對勁 我覺得其實你不需要 走過去說 你有沒有事? Are you okay? 其實這個不是一好的做法 其實你只要很簡單 在他旁邊陪著他 做其他事情 玩啊 或者聆聽 聆聽很重要 就是當他覺得你的存在 令他舒適的時候 他就會慢慢慢慢告訴你 他有什麼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 很簡單的陪伴 就可以解決到很多問題 我也知道我們是很沉的 不過我們也是為大家好的 結論就是大家一起加油 沒事的 我們下一條片見 拜拜 我們走遍 我們ח HAM 來吧 你 我們不eng